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现象很奇怪 可能全世界都没有 就是现在在中国 导演的门槛是最低的 什么人都可以做导演 因为这个市场好 什么人都可以做导演 不管他以前是做什么的 有人给你出钱就可以试一下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中国电影市场 是新导演年轻导演的天堂 让我自己看 所以其实无需对年轻导演嘱咐什么 提醒什么 他们已经是天堂了 也就是说看能耐吧 既然什么人都能做导演 看最后看能耐 看本事看机会 看有没有好的导演出来 成功的导演 你可能问所有的导演 回答都不一样了 我自己觉得 没有什么捷径可以走 要想做一个成功的导演 只能你自己勤奋努力学习 拍电影 其实主要是靠团队 电视导演一个人拍成一部电影 所以我对我们团队的要求 还是很严格的 我首先觉得这个团队要团结 其次呢 工作要认真 那大家的关系要好 还要有创作的热情 同时呢 最重要的是这个团队呢 都是好朋友 像一家人一样 这样的一种氛围下 就能处很好的作品 肯定是有所不同的 主要是语言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不是很大 从我跟外国演员合作的情况看 我觉得除了语言 其他都没问题 因为大家都是很专业的 所以当他明白了导演的意图以后 知道了这个人物和剧本所要的东西 一个好的演员 他都会演得非常好 我现在做的这部电影 应该可能是一个敲门砖 中国人讲这是个敲门砖 美国的这种好莱坞的大公司 在中国做这样的尝试 我是第一个 就是完全不懂英文的一个导演 去导一个全世界放映的一个英文电影 如果这个事情成功 可能后头就会有很多公司找过来 可能他们就把眼光 就突然发现 在中国可以找到更多的导演 来做这样的工作 这样子可能是一个开始 这个开始可能会引发中国电影 跟外国合作的一种更多的类型 这也是我做这个电影的一个主要目的 所以我接受这个电影的导演 愿意去挑战 最重要的就是这是个敲门转 会带来后面的年轻导演的更多机会 如果你想让我做另一个电影 我没有想让我做另一个电影 我没有想让我继续 我经常是一样的一样 我经常是一样的一样 说到我的电影 我需要那个电影 就要拿出那些电影 或者是什么 任何人想起床